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男子入住河北一酒店 進房間一看直接傻眼 綜合報導 應頂級醫生 神秘中國肺炎另一種形式的新冠疫情 創紀錄 失業沒前腳 中國醫保人數一年少1900萬 家長注意 美國警告這玩具釀妻死2000多送醫 定了 重要信號 明年樓市沒戲 三個信號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12月10日星期日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男子入住河北一酒店 進房間一看直接傻眼 阿波羅網報導 阿波羅網李東奇報導 一個驚人視頻網路熱傳 3日 河北省發生了一起難以置信的酒店入住事件 一名男子和朋友前往一家酒店入住 然而 當他們付完押金進入房間時 發現房間內竟然空無一物 讓他形容為第一次建酒店賣戰票的 這位男子事發後表示 他們一星人在當地選擇了這家酒店 按照正常流程付了押金 然而 當他們進入房間時 眼前的景象讓他們大吃一驚 讓他們傻眼 房間內不但沒有床 連一張椅子都沒有 簡直難以置信 隨著這一事件的曝光 引發了公眾的廣泛關注 有人質疑酒店的管理是否存在漏洞 也有人調侃稱 這是酒店版的賣戰票 業內人士指出 這樣的事件在酒店行業中較為罕見 但也反映出一些酒店管理和服務存在的隱患 消費者在選擇住宿時 建議提前瞭解酒店的口碑和評價 以免遇到類似尷尬的情況 數十年呼喚不停 危機不斷的誠信問題 起源於傳統價值被中共顛覆 起源於中共鼓吹的悶聲發大財價值觀 當人們想要解決問題時 發現一切努力 遇到了中共就成了無解難題 因為問題是中共製造的 英頂級醫生 神秘中國肺炎 另一種形式的新冠疫情 最近幾週 人們擔心中國的這波疫情可能會傳播到境外 大家不禁不寒而立地想起大流行病初期的情景 印度等中國周邊國家正在準備應對這波疫情 目前在歐美 丹麥 荷蘭和美國都確認了病例的湧入 世界衛生組織表示 正在監測時局 並要求北京提供更多的細節 切斯特醫學院醫學科學計畫負責人加雷斯·奈醫生告訴英國媒體 中國境內傳播的神秘肺炎浪潮是新冠病毒的一種形式 但不是一種新病毒 目前英國還沒有必要恐慌 奈醫生對兒童給出了幫助對抗或避免這波疫情的一些重要建議 一 如果患病 請盡可能避免與其他人接觸 或保持良好的衛生習慣並戴上口罩 二 在患病的前五天 在聯繫家庭醫生之前 使用非處方療法 也可問詢藥劑師 三 購買優質體溫劑 檢查是否身體有高溫現象 至於中國國內 情況還是令人擔憂 因為除了本身醫療資源就嚴重不足外 中共當局還一貫故意隱瞞信息 民眾沒有可信的渠道獲得完整資訊 困難時只能靠民間自救於互助 自然難免焦慮和不安 當網絡上傳出再次啟動方艙 還有出現醫護人員穿著大白裝 以及進行核酸檢查的照片或視頻後 很多大陸人留言說 這讓他們感到擔憂 恐怖情緒再次襲來 創紀錄 失業沒牽繳 中國醫保人數一年少1,900萬 近20年來 中國醫保費用激增37倍 使許多民眾負擔沉重 僅2022年 1,900萬人退出醫保 其中居民醫保達2,500萬人 導致醫保基金減少180億人民幣 醫保費用自2018年以來翻翻 每月費用從10元漲至380元 漲幅高達37倍 而同期農民工平均工資僅上漲24% 2022年 醫保參保人數減少1,900萬人 居民醫保退出人數達2,500萬 自2020年以來 居民醫保退保人數累計4,130萬 凸顯經濟困境 中國農村醫保保護在大城市就診 需承擔高額自費比例 有時達50%至70% 成為退保原因之一 一些農民工認為 用同樣的錢購買高品質保健品更划算 官員和分析師警告 8個省份中有7個省份醫保參保人數下降 預計2023年將進一步減少 可能為人口老齡化和經濟不發達地區帶來健康危機 要求家長注意 美國警告這玩具釀妻死2000多送醫 《紐約時報》報導 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7日發出重要警告 要求家長多加注意小型強力磁珠玩具 不慎吞噬 恐造成生命危險 消費品安委會指出 自2017年至2021年間 因吞噬強力磁珠 釀成死亡的案件共7件 其中2例發生在美國以外 另有2400人因此緊急送醫 強力磁珠的危險性在於它們很容易和磁鐵或其他金屬物體相吸 如果不慎和其他物體一起吞噬 危險性更大 消費品安委會表示 單獨吞噬磁力珠也可能造成長穿孔或堵塞 血液中毒乃至死亡的危險 目前電商Express Goose已主動召回強力磁珠玩具組 美國另有6家廠商提供類似玩具 去年美國消費品安委會通過一項新的安全標準 要求玩具中磁鐵必須在尺寸上做到無法被吞噬 或是即使吞噬也不會造成傷害 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7日發出重要警告 要求家長多加注意小型強力磁珠玩具 不慎吞噬 恐造成生命危險 電商Express Goose主動召回強力磁珠玩具 定了重要信號 明年樓市沒戲 三個信號 年底了 各種策略會和明年的預測都出爐了 作者中產先生總結 我們來看看幾個預測和信號 一 首先是宏觀機構 中共國企月開證券做了明年的經濟十大忽悠展望 什麼 1.2024年GDP增速5% 2.居民消費達疫情前趨勢水平 3.房地產投資拖累減少 4.出口增速或小幅回正 5.通脹穩步回升 6.財政和貨幣政策靠錢發力 7.房地產市場止住下滑趨勢 8.股市更具投資價值 9.10年期國債收益率逐步回升 10.人民幣匯率走強 作者點評 有關於房地產的止住下滑判斷可以說 現在的機構只能說積極的 有中金十大預測全都不對的事跡在前 國企的宏觀的預測看看就算了 2.其次是中國指數研究院 這是中國房地產最權威的數據機構之一 他們也做了總結和預測 對2023年總結是 新房市場調整態勢未改 二手房價跌量漲 強跑的意味很明顯 核心城市政策效果持續性不足 對2024年的預測 展望2024年 房地產市場恢復仍依賴於購房者預期能否修復 整體來看 2024年新房銷售市場依然面臨調整壓力 還沒見底 3.最後看昨天開完的今年最重要的會議 昨天開完了政治局會議 主要是定明年方向 目標 一個信號是 房地產媒體 做著點評 通篇媒體房地產一個字 這還是頭一回吧 至少說明不是明年的工作方向了 不會像今年這樣年初年尾刺激兩波 今年刺激了兩波都起不來 明年提都不提 結論感覺沒戲 感謝會員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分享您的見解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我們在乾淨世界開啟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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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